我倆就要了第二个孩子 第二个就有点看不过来了 孩子也没能看 店也看不住 之后我们俩就合拒 就把店盘出去 店盘出去之后 他就天天跟我东呢 想我在家啥也不干 完了我也试过出去打工 但是一直没找到好点的地方 生活要继续 钱还是要有人挣 这都半年多了 他就一次他也不动 其实我这段时间 特别需要他支持 他反过来不支持我 还抱怨我 行 我干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的 这时间长了吧 我就感觉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是好好过日子呢 他要出去好好挣钱 为大家好好看孩子 所以这个问题必须得解决 掌声有请这对夫妻 有请 男嘉宾刘先生29岁 来自黑龙江戴叶 有请刘先生有请 女嘉宾小燕三十一岁 来自河南戴叶 有请小燕 有请 欢迎两位 结婚几年 结婚七年了 说是有俩娃了是吧 两个孩子 这个怎么好上的呀 我那时候在哈尔滨上学 他们家在那儿附近开饭店 然后呢 我住的地方 恰好在他们饭店旁边 就一来二去就认识了 但是有一次放假 我就回广东 上我同学的那 他就以为我走了 就很紧张 等我回来的时候 他就直接跟我告白了 说我喜欢你 然后当时就莫名其妙地 我也就答应了 我们俩 等我毕业之后 我们俩就结婚了 就就就嫁到 嫁到东美来了 你看你看 天天跑到人家吃饭吧 把人也吃在那儿了吧 是不老去他们家吃饭啊 是 但我也给钱 这个什么问题啊 今天要来这儿啊 刚结婚的时候 觉得还行 然后他们家条件 虽然不是那么太好 但是我们两个 最起码经济啊 来回开销还够 但有了我们家姑娘之后 就慢慢慢慢就是 开销比较大 她还是个小孩一样 她天天上班吧 也不好好上班 一个月有三十天嘛 最起码二十天 跑出去打网游 我就天天一个人 在家看着孩子 我就看到我同学 他们一个个都特别 潇洒 而且特别自由 我就特别羡慕他们 那时候不是岁数小吗 玩心有点重 是 你玩心重 一个月三十天 二十天打手游 打网游 那你也不能 领着孩子回家呀 你看我老师跟你讲 我说你好好上班 我们以后日子还长的呢 花销的地方还大呢 我就让你好好上班 那你也不听我的 一来二去的 你说我对生活 有什么希望 一点希望就没有了 真的 我们日子真的 我就觉得一点希望没有 等于结婚不久 就有了第一个姑娘是吧 然后她不上进 你就回娘家了 是吧 后来我也感觉 我做的确实不对 完了我去接她了 接了之后 回来我们在这个 在我们那开一个小饭店 生意也算挺好的 挺好的之后呢 她生完我 我家那个儿子以后 就是感觉 店的也干不过来 完了再一个人 看孩子也干不过来 就让我把店兑出去 兑出去之后 我就在家待着 在店盘出去之后 你朋友盘的 你就说朋友盘店 然后让你给他帮几天忙 是 帮几天忙行 人之常情 你呢天天去 早上早上天亮就走 黑天死了点才回来 比我们自己干店都忙 是 我们刚开始不干店 我就一个人在家 抱着小的 送大的上学 家里什么都没有 我一个人怎么整 你也刚接手 刚接手之后也不懂嘛 不懂在一个 好你言了 别有感情吗 我没事去看看怎么了 是可以看 人都有感情 但是帮忙帮你这之后 你是不是要想象 我们自己的生活 是不是应该出去找找工作 自从我嫁给他那天 就是我们两个单独过 是不是 然后我就一个人看孩子 又要看店 店里那边我要是 我就是一个特别爱操心的人 然后呢 第二人我要是不在那 我就特别不放心 他就特别弄糊弄 他就不认真 然后我就在家看到孩子 我还垫着店 时间长了 我说别这样了 要不我们把店盘出去 你出去找找工作之后 我们之后 孩子稍微大一大 你让我找工作 我不也找了吗 那工作都是现场 今天早明天就能上班啊 找了吗 找了 找好了吗 找好了 后也是找好了 找好之后呢 我去干了十天左右吧 他就嫌我那个 天天上班回来得晚 晚了就照顾不了家 那不得挣钱呢 你让我在家呆了 还让我出去上班啊 那你天天回来都一两点了 孩子那么小 我还得给你留门 我还得惦记你几点回来 那不得挣钱吗 那你就不能找个白天的吗 不能找个正常点的吗 早九晚五的吗 我就发现你这段时间 脾气就特别不好 是 我生完孩子你就这么说 生完孩子 有一次我妈上医院照顾她 照了完了 她饿了 晚上去买饭去 买完了之后呢 买了粥和包的 买完了之后 她吃说粥酸了 酸了我妈说的 又给她买的面条 买面条又没吃 又说酸了 到了 那粥是 大米子小米子 然后包面三种在一起 你怎么吃 我刚生完孩子第三天 我就不能说吗 我不吃让她再给我买 买面条回来是酸的 我怎么吃 那我妈回去怎么跟我哭呢 哭不说 那你妈回去给你嗷嗷一顿哭 我都没说话 你回家给你嗷嗷一顿哭 说我脾气不好 脾气太大 测误不了了 这事就过去了 不让我上班了之后 又让我去说 再找一个地方 再重开一个店吧 让我去找店 我说咱俩一起去呗 我自己找那玩意 你在项目中 又位置不好的 又地方偏僻的 你在项目中 咱俩一起去呗 他就不一样 那你说我抱的孩子 俺俩出去找过几回 都是我抱的孩子 大热天的 去看房子 谈房子 找地方 老二 最近的 你们不是把店盘出去 怎么又开 就是现在孩子稍微大 一生日多了 就可以送早交班 干嘛 别人能带 我发现你是挺厉害的 特别能张罗 就是我生了这娃 我需要我们俩照顾这娃 我就把店盘了 我这娃差不多了 我就能折腾了 我再来那个 你当时就没想着 其实熬一段时间 这个店不是还有 现在哪要这么辛苦啊 有了第一个孩子 我自己照顾我的时候 我就到第二个 我就懵啊 我就不知道怎么整啊 我就自己整不过来 我就神经病让他 在这天再给我带个孩子吧 啊 结果这傻哥们还没听明白 真出去挣钱 老婆的意思就是 停止一切 娱乐活动 专心致志带孩子 钱也可以不挣了 是吧 是这意思吧 他可不是 我在家待了之后 他又嫌我不挣钱了 在家怎么瞅我都不说眼 对我嘟嘟囔囔的 我承认我嘟囔 嘟囔时间长了 最近他不听了 真的我都不知道 天天在干啥 然后呢出去啊 给人吃饭了 喝酒干啥 一天也找不着眼 可能是我嘟囔多了 然后呢 我们家钱干啥呀 都在趟这儿 后期我就一看 你们家钱也归他管啊 我就嘴嘟呢 呦你可以啊 然后最近我就一看呢 我们家流水账 怎么这么勤呢 我就问 吱吱吱吱跟我讲 这个需要钱拿了 那个需要钱还拿了 那你是不是应该告诉我 是我嘟呢 嘟呢我是不是应该有知情权 那他们打一起吃饭说 用了点钱几天就还了 我就给他拿 我就没时间跟你说呗 那为什么不跟我说 那不是我的钱吗 借钱出去了是吧 对 是把钱借给别人了是吧 但是收回来了 你看我们把店盘出一些之后 是我们之前是有一些积蓄 但是这半年没干了 天天出去 是朋友多吃饭干啥 我知道我能理解 但是你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 你自己 他就特别安逸 也不用考虑明天怎么过 现在孩子越来越大 经济压力是越来越大 那你为什么一点压力都没有 你就天天可以 那么高兴地出去吃饭干啥 一点压力 就那么安逸呢 我就问到你没有理由嘛 我想让他自己出去 像个爷们人有担当有折扰点 而媳妇你就跟着 我就吃着就行 就喝喝就行 那他是这样的员不 不是 那不就完了吗 是我就特别着急挣钱 他就特别安逸 有点就行 够吃就行 那咋办呢 就因为这个妈俩就天天在一起 就不能看 就不能看 见面就逗 你们俩见面 基本是你说他不说吧 他 他就走了 是啥哪说呀 他就走了 我自己嘟闹嘟闹嘟了 就一走一竿子撩没影的 这可太气人了 然后就忘了他的背景 还在那嘟闹是吧 真可爱 这对生活还是挺乐观的 下一步怎么打钻呀 下一步我就其实 来我们这儿是你的第一步 你想干嘛呢 让老师帮你训训你的老婆是吧 对 主要就是想叫他多理解 理解我 明白了 听明白他说什么了吗 听明白了吗 这不还是没有吗 让我多理解他 不理解我的苦处 听得真明白 行 你的苦处是什么 你把它总结发言一下 领导 我现在就希望你 要么你就好好地出去上班 正早就晚五的 我就在家相夫交纸 要么你就好好出去找个店 咱俩好好过日子 你别让我 你这天天一一 我是一嘟囔一竿子没影了 我的日子过得没有希望 你知道吗 咱们现在是两个孩子 责任肩膀重 担当大 你应该考虑这些 孩子一天比一天大 哦 行了 行 理解了 他是成套戏说出来的 这个话你在家里听过 很多很多遍了吧 那应该怎么办呢 其实都能理解啊 应该怎么办呢 两个相爱的人 对家也还是有感情 应该怎么办呢 来吧 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来 沙老师 你老二跟我老大差不多 比我们家老大大两个月 我特别理解你现在这个阶段 就是心烦气躁 你自己一点洗脸的机会 和洗脸的时间都没有 对 何况这个忙那个 对 你何况上面还有一个 我一个都忙不过来 我家里还有阿姨 忙两个 对啊 你忙两个 我太理解你了 因为生活在变 它不可能 已经这么大了 你想让它改变太难了 在怎么样就是环境在变 人不变的情况下 然后让自己过得舒服 那怎么办呢 只能适应啊 对吧 因为你心气顺了 你就没那么多唠叨 你没那么多唠叨 他也就爱回家了 你就能见到他人一耳 他也就顾家了 这是一个循环你知道吗 你只有把这个线捋顺了 这个循环才能转起来 如果你一直拧巴着 你一直这样反着来的话 那只会往一个深渊去推 对于男生 我想说的是 你知道女人在这个阶段的时候 她是容易唠叨 是容易心烦气躁 因为他一边要顾家 一边还要想着为未来打算 你一直说希望他理解你 你有坐下来 好好地跟他聊聊天 就是清静一下他的内心吗 那好像没有吧 他只要肯定一张嘴 你恨不得就跑了十万八千里 对吧 你都不知道他在说什么 你听到的只是重复的话 但是你如果有一天 静下心来跟他聊一聊 听一听他说的话里 有什么话 因为女人说话都是话里有话的 你要听出话里面的那层话 是什么意思 就是坐下来多听他说 夫妻之间过的日子 越来越会平淡 越来越平庸 那剩下的是什么 就是聊天和沟通 这样的话 夫妻感情才能越来越好 是不是 对 好 谢谢 谢谢夏老师 两位特别感谢你们 分享你们的故事 我看资料 男方是黑龙江姬西人 女方是河南人 现在生活在黑龙江姬西 你说巧不巧 我就是土生土长的姬西人 我在姬西生活了二十年 我个人的旁观的感受 我觉得你们俩 应该会一直幸福下去 原因是你们的家庭是平衡的 女人 一直是这样 但是男人手握财政大权 各有互补 伤低一千都是自损八百 所以你们家庭是平衡的 这第一个 第二个 我感觉你们今天之所以能来这儿啊 可能是家庭内部的 夫妻之间的组织结构 角色定位出现了问题 没有很清晰 谁负责什么 谁负责什么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们的矛盾点 其中的一个节点 应该就是赚钱 以及如何赚钱的这个事情上 因为我每年都回去 你知道吧 我经常在机器的大街巷上走的时候 我会发现一些商机 所以我想跟二位分享的是 在机器想挣钱 第一个 认知观念 我们天天想着赚钱 但是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去做 所以呢 比较欠缺学习 所以这可能是老生常谈 但是非常重要 第一个在观念上 你要认识自己 我赚不到钱的原因 是因为我在机器学习的不够 无论是你们擅长的饭馆啊 餐饮啊 方方面面各个行业 你都要去学习调研啊 去了解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你的朋友圈出现了问题 要刻意规避一下 你要有一些 一起去研究如何赚钱的朋友 结交一些新的朋友 但是在机器做餐饮是对的 对不对 机器人都很喜欢吃这件事情 对不对 所以你们要把餐饮做出特色 好好研究多学习 多跟旁边的人去了解 多用行动 多投入时间和精力 你们肯定错不了 好不好 加油啊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雨中 来 吴老师 持有所长 寸有所短 夫妻之间应该取长不短 而不是一争长短 我觉得在生活当中 夫妻俩之间的彼此配合十分重要 而配合的前提 一定是要了解自己 什么能 什么不能 为什么要去掌握财政权 有什么好掌握 一天到晚脑子里面 记一大堆密码 特累 为什么不让对方管 其次夫妻俩之间 就像一个车间里的装配工事一样 有些人擅长前工 有些人擅长别的工 那么 你擅长的 我就交给你去做 并且充分地尊重你的意见 即便你在所失败 我也不去责备你 而我所擅长的我就一定要担当我所做的那一面 家里边总有一个要有是操心的名 还有一个是得过且过 有些人愿意走一步看十步 有些人过好一天是一天 恰恰是这种彼此之间互补的价值观和生活理念 才能更好地走到一起 男人要学会忍受女人的唠叨 当你在最开始不能够理解和领悟女人的唠叨的时候 你会觉得这是一种杂音 但是其实听久了之后 还蛮好听的 你听着听着会听出节奏感 而且有哪天如果没有人这样念叨你 你倒会觉得不太舒服 其实你们俩之间倒是真的没有什么大问题 作为一个好的领导者要有包容下属的涵养 对不对 作为一个没有能力的执行者 一定要遵从领导的意见 领导与被领导就这样 好不好就这样 其实就是因为有了第二个生命之后 这个家庭的平衡被打破了 需要重新来构建 就这么点事 对不对 所以他那个担心你应该帮他化解一下 化解一下压力 很简单 这事其实很简单 就挺幸福的 就是这么点幸福的烦恼 我把这个都叫幸福的烦恼 夫妻感情其实是没问题的 来我们一起进入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真情60秒 其实老公这一年我对你是有感情的 就像那老师讲的 我真爱你 要不然我早走了 我就希望以后我们生活有所改善 我知道 我知道 我以后我也会尽量好好的 你为我生俩孩子也不容易 我一定 你会更加努力 我相信 我会在一身 行 两灯吧 谢谢两位的分享 来 请回 请 请关门 请关门 请开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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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见证 属于这对夫妻的浪漫 各位请见证 来 请亮灯 两颗星一辈子不离 来 来 来 送给你 祝你们的这个新店早日开张 生意兴隆